本赛季的中超联赛,云集了不少像奥斯坎、胡尔克、拉维奇、保利尼奥等正值当打之年的世界级大牌外援,他们都给自己的中超东甲实力上带来了质的提升,然而并非所有的欧洲联赛的一线球星都会被中超的金钱攻势所俘获,例如目前效力于英超豪门阿森纳队的德国中场厄奇尔,就曾在去年夏天傲气的对中超联赛说了不,相信关注英超的球迷,对于厄奇尔的大名应该不会陌生。 作为世界杯冠军德国男族的绝对中场核心,厄奇尔拥有出众的脚法和清晰的大脑,他精准的卫柄,是每一个前锋都想得到的代理,正是因为有着出众的实力,才让许多中超土豪对这位德国前妖区之若误。 今年4月,厄奇尔就在接受英国媒体的采访时主动爆出猛料,厄祖表示,自己去年夏天就曾被中超土豪们骚扰过。 厄奇尔表示,去年夏天,我曾收到一份来自中超的丰厚报价,中国人给我开除了一份为期五年,总合同价值超过一亿英镑的合同,这的确是很梦幻却又很荒谬的。 结果我仅仅用了不到三分钟就拒绝了这份邀请,厄奇尔的发言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,要知道如果他当时接受了中超土豪的这份邀请,那么他就可以每周获得高达38万英镑的收入,每天都可以躺着赚50万人民币。 然而,对于新高气傲的德国人来说,在28岁迪旦打之年来中国踢球,的确有些太掉价了,德国前邀显然还想着未来在欧洲足坛获得。